自從COVID-19開始 從2020到2021都沒什麼機會出國 特別是對於不少把日本當作自家後院來逛的人來說 真的是特別的難熬啊 迪耶自己也是 去年的FGO Face取消覺得十分可惜 今年大概也沒什麼指望了 對我們這些ACG迷來說 每年到日本除了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 買買限定品、吃吃美食之外 另一個近年特別熱門的就是聖地巡禮了 由於動漫中要憑空創造 帶有現實感的場景或是建築物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許多的作者往往會借近日常來表現 比如說1992年 五內之子老師所畫的美少女戰士Cera Moon 相信也是七年集生們共同的回憶 就是以東京的麻布十番街作為參考 可以算得上是天龍區 那會議這邊取材呢 也是因為五內之子老師的家境非常的優渥 還有像是1993年灌籃高手的動畫 也帶起了江支店的簾倉高校前站 許多參訪人會在這個平交道前面留下紀念 隨著網路世代的興起 動漫取材場景的位置或者是交通 也更容易為人所知 聖地巡禮從AC居中的一個小眾文化 逐漸變成了眾所皆知的活動 之前火紅半變天 星海城你的名字 虛赫神社的樓梯 飛彈的古川車站和圖書館 又或者是戲稱大喜艇 振興方案的少女戰車Garu & Panza 著實讓我眼睛一亮 沒想過一部作品真能撐起一個城鎮 動漫巡禮帶來的人潮 提供了許許多多的商機 不少店家也很樂意配合做出的各種活動 或者是周邊 畢竟賺錢嘛 誰不賣不寒慘 不過也不是每一個被當作聖地的店家 都很開心就是了 本次推特行什麼EP9的主題 就是關於這家咖啡店 這間位於東京青山的時髦咖啡店香肖 就是Love Life裡面主角之一色谷香音的家 雖然高度和小徑長得不太一樣 但從玻璃窗以及門口的設計 讓人一眼就認得出來是以咖啡店為原型 有不少的LL粉絲紛紛到店裡做起了聖地的巡禮 在桌上擺放什麼周邊紀念 或者是在店外拍照等等的 啊 誰知 此舉卻惹得咖啡店老闆不悅 4月初在個人的推特上面發話 說到自己平時很少會去Google自己的店 結果受到了某部動畫的影響就去搜尋 嘿 一查之下不得了 才發現咖啡店已經被當作了巡禮的聖地 雖然目前來的粉絲都還沒有太越舉 店主依舊覺得動畫和他的店調性不合 如果未來遇到有Cosplay 或是有人拿出了奇怪人偶攝影的話 就會嚴厲的拒絕 即便被當作討人厭的店家也沒有關係 店家也提到自己的店原本生意就很好 不需要Love Life帶來的奇怪人潮 而且顧客的組成多是什麼服飾啦 模特兒啦或是流行音樂相關的業界人士 實在是不希望在這些充滿流行感的店中 多出了阿宅的客人 除了這個咖啡店的事件以外 由於馬娘的手遊和第二季推出 日本的AC劇界掀起了一陣賽馬熱潮 推特有位Yoshi Tamihou 在5月3日畫了張短短的漫畫 內容是希望粉絲如果要到賽馬牧場參觀 必須要遵守的禮儀 由於牧場大多是公司或是馬主的私人資產 基本上是不能夠任意參觀的 主要考量是由於賽馬的純種馬價格不菲 要是因為外來的參觀者帶來了任何的病菌 或是造成馬匹的負面影響 都是難以量化的傷害 甚至也有許多的粉絲打電話去詢問 是否能幫米玉掃墓 在被拒絕後還生氣而造成對方的困擾 同樣地2019年也曾發生過 艦隊收藏Kankore的玩家 在日本的軍艦衛靈杯上面 放了劍娘機台卡片的事情 引發不少網友的反感 雖然艦隊收藏有跟日本自衛隊合作過 但衛靈杯的事情對他們來說還是太超過了 主要是認為現實的戰爭是殘酷的 特別是衛靈杯這種帶有紀念陣亡將士的景點 時代不應該與遊戲的這些美少女們擺在一起 更早之前2005年的草莓棉花堂 以金剛線的冰松市為背景 在當地也有許多的粉絲去朝聖拍照 由於那陣子剛好有日本的小學女生遇害 再加上冰松的取景包含了部分的住宅區 引發許多當地的居民不滿 再加上草莓棉花堂的核心又是蘿莉為主 造成了人心惶惶 那最後不得已漫畫出版社MediaWorks 親自在網路上發表希望那些 因為草莓棉花堂而去巡禮的粉絲們自重 而以日本的文化來說 其實這句話就是叫他們不要再去造成別人的困擾了 不要去巡禮的 以上的四個事件雖然不能一概而論 多多少少還是很明顯能看出宅宅族群比較容易受到一些刻板印象的影響 以最早Otaku的定義來說就是對一種興趣非常熱衷的稱呼 那我們也知道啦 往往對於某些事物特別認真 就很容易忽略其他生活的細節 這點即便在很多領域的人也都是一樣 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咖啡店事件 即便是在他私人的推特上面 我確實覺得這樣子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不太好的行為 店家有選擇客人的權利 你可以設下dress code對服裝的要求 或者是禁止店內店外的攝影拍照 不能拿出LL的周邊都是OK的 畢竟店是你老闆開的我們尊重 就像賽馬的牧場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開放參觀接待客人 但是禁止Otaku、窄窄 或者是ACG粉絲們這種帶有歧視的發言 的確比較不妥 那難道我們今天窄窄就不能穿著西裝餅體 在裡面喝咖啡吃蛋糕嗎? 對不對 爹都是個喜歡在網美財廳吃舒服雷的大漢的 當然我也知道另外一個反駁點 就是很多的日本網友也出來說 那麼阿宅就是耳沒辦法 被阿宅佔領的時尚地根本是個地獄繪圖等等 好啦這種時候就只好拿出這張萬用神圖了 順道一提這張圖的出處來自於怨恨屋本舖 SP家庭之陰影 同樣很有名的這張梗圖也是出自怨恨屋本舖 小部分的一些人很容易被放大檢視 或是用來代表全體 就好比當年的宮崎晴事件 也是直接打翻了全日本的動畫漫畫 導致很長一段的黑暗期 有一說是直到1995年的EVA 才重新讓這個產業再次活絡 說穿了沒穿痛梯或是帶著周邊到咖啡店去 誰會知道你是不是為了Love Life來的粉絲呢? 是不是感覺到各種被打壓了呢? 沒關係那就應該玩玩看 逆王傳說入侵女兒國 在這個母系社會中男性沒有什麼地位 就像是股票慘疊的股民一樣 為了對抗這個不公不義的世界 我們將會化身為逆王 除了爭取男女平等為社會謀福利之外 更可以在打倒對手之後 讓他們體會社會的勞動與心情 給他上個健康教育補習 有興趣的玩家請使用畫面上的QR Code進入官網 上面還有很多的遊戲讓你免費遊玩 最後再補充一個新聞 就是從2009年創刊後 中間經歷過停刊復刊的台灣國產漫畫平台 CCC創作集終於畫下了句點 中間文策院和編輯部也有各式各樣的風聲消息 這些牽扯到各種各樣的政治或者是經費的角力 就不多提了也沒什麼意思 DA只是單純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而且不應該有此的結局 我相信觀看影片的觀眾們 有真正接觸過CCC的人可能不到10% 由於最早的原因是著重在本土的台灣歷史文化自然為題材 商業的價值也很有限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一個應該存在的平台 它給予了創作者一個創作的空間 讓有志在漫畫產業的人有個挑戰的地方 那或許人會反駁啦 爹你看像彭姐一樣對不對 她一樣出的去日本啊 但這畢竟是萬充選一的人才 你要有完善的後備體制才有辦法讓人願意投身這塊產業 畢竟台灣不像日本一樣有蓬勃的動畫啦 或者是漫畫的出版業體系在 就好比中華職棒一樣 雖然強度沒有多高 但這個基本上算是台灣少數完善的職業運動體系 讓想打棒球的人最起碼你有個目標在 才會有投入的意願 不然那什麼曹錦輝啦 王健民等人可能早在球學階段 就放棄了棒球這條路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對政府而言應該是必要的投資 只是講下去就變笨智議題了 不講了 希望有朝一日能再看到CCC創作集 或者是類似的平台出現 好啦 那麼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內容有什麼想法都歡迎留言 無論是咖啡店老闆的抱怨有沒有問題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你的聖地巡禮回憶 甚至是對CCC的意見 都不用客氣 喜歡影片也請按個訂閱點個讚 或加入會員支持下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